嗨,大家好,我是爱做美食的余杰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昏蜜奶香小面包的做法 外表金黄鲜艳,散发着昏蜜的香甜 味道别提有多美了 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擦做吧 高筋面粉500克,加酵母粉5克,加奶粉50克 再加白糖60克 冰水255克,打一个鸡蛋给它搅散备用 冰水也就是清水,提前晃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拿出 夏天必须要用冰水哦 把所有的食材给它干拌均匀 然后用鸡蛋液和面,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大面絮状时,下手开始揉面 随便给它揉一揉,揉成团就行 揉成像这样偏软的面团,比较粘手,也不用管它 给它上下抹点油,包上保鲜膜,放入冷冻箱 冷冻10分钟以后,再来揉面 10分钟后,把面取出来,放在案板上进行揉搓 像揉衣服一样,推出去再给它拉回来 重复这个动作 大约揉5分钟左右,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30克黄油 给它加上,继续揉搓 今天的面活得有点软,有点粘手 建议新手在夏天做面包的时候 减少水量,10至20克左右 黄油加上以后,大约又揉了15分钟左右 现在来检查一下出磨的状况 像这样就可以了,做蜂蜜小面包要求没有那么高 面揉好以后,上面磨点油防粘 用保鲜袋包住,然后晃入冰箱,低温醒花至2倍大 案子上撒点干粉,把醒好的面倒在案子上 随便给它按压排气,搓成长条,切成大小均匀的18等份 切好以后,按照你喜欢的方式把它揉成馒头状 把每个小剂子都揉圆以后,手慢的上面盖个保鲜膜 防止表面烘干,手快的这一步可以省略 全部都揉完以后,从第一个小剂子开始拿 把它擀成流舌状,从一头给它卷起 把每个小剂子都像这样,给它擀成流舌状,从一头卷起 卷完以后从第一个开始拿,然后再给它卷一遍 在卷第二遍的同时,我们的烤箱上下火调180度 把烤盘放进去,给它预热5分钟,烤盘热了以后 给它拿出,取一块黄油,把模具底部和周围抹满黄油 起到真香防粘的作用,全部都卷完以后 拿一个小剂子,从中间一分为二,均匀的摆放在烤盘里 摆完以后,上面盖个保鲜膜,放在温暖处,醒发至两倍大 面包醒发好以后,准备一个蛋黄给它搅散 均匀的上面刷上一层蛋黄叶 在刷蛋黄之前,烤箱上下火180度,预热5分钟 蛋黄刷好以后,放在中层烤25分钟 烤箱的温度只是提供一个参考 具体温度根据你家烤箱来定 好,时间到,把烤好的面包先取出来 趁热刷上蜂蜜水 蜂蜜水就是蜂蜜加温开水,给它稀释一下 刷在上面,等一会儿凉了,它自然可以吸收 蜂蜜水刷完以后,我来给它拖个膜,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底部怎么样 周围和上面的颜色都是金黄的哟 哇,底部的颜色也很漂亮哟 我再来掰开一个,让大家看看里面的红窝组织 在掰面包的同时,感觉面包非常的松软 看一下,还有一点点拉丝哦 我再掰开一下,看看里面的红窝组织 看一下,里面的红窝组织非常的荤富哦 又松软又好吃,关键是好吃无添加,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蓬松度 看看想吃吗,想吃你也动手做起来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于姐,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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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